現在呢 鍾運鵬帝博林志堅要來選台灣市長 被外界形容是大鵬展智 那麼今天其實呢 同台 那麼鍾運鵬強調說 角色兌換不會尷尬 不過最新的民調其實也出爐 有48%的民眾並不贊成鍾運鵬來接棒參選 而且其實他前一天才說 這個選戰逆風啊讓他覺得有點涼快 現在呢 也被打算 道道弟弟的大鵬展智 張韻鵬一氣間從總幹事三級跳變成參選人 站在一旁的小智很ㄍㄧㄧㄧㄧㄧㄚ 假裝自己沒事 你看我們像尷尬的樣子吧 我們也是在很不捨得的心情之下 也尊重他 然後願意退出這個選戰的選擇 張韻鵬尊姻重道 只是挺肩挺到便换肩 想必也始料未及 这段时间的确选举有点逆风 但是逆风常常会让我觉得 有点凉快 应该是讲讲说你逆风我凉快 他自尖逆风运棚凉快 但这凉快恐怕也持续不了多久 最新网络民调出炉 赞不赞成张运棚接手选桃园 赞成度只有21.1% 不赞成度高达48%将近五成 阵前换将先引爆信心危机 所以民进党从上到下都定调要反手围攻 不过如果小英都认定 林志杰没抄袭为何不攻 而是等到大鹏展翅 才来攻 抄袭的知难而退 挺抄袭的顺势转身 更要大家胜选后再掉眼泪 自信爆棚的郑玉棚逆风之下 到底能飞多高 这让我钟林晨佑台北桃园综合报道 好 这虽然看到虽然林志杰 现在是主动宣布要退出 桃园市长选举 但是大家也没有听到 关于论文的部分 对于抄袭的部分 是不是有来道歉 反倒是说要坚称 要捍卫自己的清白 更把退选的理由怪罪在莱茵抹黑 还有境外的政治角力 对此时事评论员黄明就点破了 林志杰他是不可能道歉的 因为如果道歉这么做 就是重重打脸了蔡英文 而台北市议员王威也表示 已经向台大捷径陈明通 并且要台大来调查 到底陈明通有没有违反学术伦理 拿乡参拜桃园铁三角阵容依旧 只是短短一天的时间 林志杰已经不再是 桃园市长参选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提出牛肉 也没有提出政见 那只有用这样一个负面的选举 让整个选举已经成为一个 焦土的一个选战 宣布退出桃园市长选举 林志杰却成了李游博 先怪对手抹黑 再扯境外政治角力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论文抄袭事件 奸不到钱 那如果这个时间点 他说我对我论文有抄袭 你不就打脸蔡英文了吗 所以为了蔡英文的面子 林志杰绝对不能认错 我只要拖过到年底之前 不要有结果 真相不要出来 我就可以在选战的部分先躲过 林志杰转换战场 是真心要捍卫清白 还是保住蔡英文面子 如今更被酸 退选后的下一步 就是升官发大财 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 林志杰的论文抄袭 一定会得到民进党 重重的赏赐 未来升官有望 未来大卫有望 论文抄袭风波 林志杰落得退选下赏 而他的指导教授 国安局长陈明通 也难全身而退 我在八月二号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向教育部 以及台大去检举陈明通 对于教育部来说 如果台大不做任何的处理 那么教育部依照他一百零九年的韩式 白纸黑字 也要对台大有所处分 台大将启动调查陈明通 而现在更有超过 两千名台大学生和学者联署 要求大学授予政治人物学位 必须有公众监督机制 就是要防止再有像林志杰和陈明通 这样的政客伤害台湾学术界 记者郭先生 蔡平鸿台北财文报道 林志杰现在因为论文的抄袭案 宣布退选了 那么前总统陈水扁 在脸书上建议他说 还年轻再考一次台大国发所 并且找一位严厉的民事 来指导写作 完成没有瑕疵的原创硕士论文 前民党另外林左水就说了 如果听蔡英文的话 继续的立抗抹黑 恐怕未来只能够放弃从政了 那么如果不想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 他认为陈水扁的话 确实能够值得参考 再来看到林志杰自称是商兵 离开了选举战场 但是这样的说法网友炸锅了 说商兵是谁 是林哲宣好吗 外界猜测在退选之后 下一步可能会入阁当关 蓝军就来嘲讽了 依照民营党的逻辑 应该是有个大位等着他 川网董事长蔡华康就批评 蔡英文护航护林志杰 护到疯狂的地步 是非不分 不适合带领国家 林志杰退选后身份转换 第一天合体 郑运鹏 郑文灿自称是商兵 离开选举战场 我是先发的这个投手 受了伤 教练团的一个指挥之下 先行下场 但是我们有王牌的这个终极投手 运鹏上场 真正的商兵林哲宣 退选之后的林志杰 是不是还会背现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网友炸锅大骂 论文抄袭就算了 连商兵资格也要抄 人家商兵是光荣作战受伤退场 你这是道德瑕疵被赶下来 而林志杰退选后的下一步 有人说按照民进党的升官逻辑 应该是入阁做大官 像林家隆就是一个例子 蔡英文你作为一国的总统 不要因为自己喜欢林志杰 就把国家的功气拿来滥用 林志杰从深陷论文门以来 民进党倾全党之力就一人 主席蔡英文即便换监 仍在脸书护航 坚信林志杰的清白 名嘴朱学和忍不住留言回呛 笑死这么清白 让林志杰选总统啊 立刻吸引8000多人按赞 柯文哲也炮轰超级矛盾 相信他是清白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要退选 继续选就好了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道歉也不像道歉 认错也不像认错 很奇怪 中广董事长赵超康痛批 蔡英文护林志杰 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把国家交到他手上 实在令人担心 是非不分还适合带领这个国家吗 前立委选副雄也直指蔡英文 从婚军变暴军相当可笑 肩下捧上换上场的 郑韵鹏一路护航林志杰 漠视抄袭争议 如今打脸自己 在一党狂酸包庇共犯 有什么资格加入选战 换掉一个抄袭的 再换一个挺抄袭的 郑韵鹏过去到现在 都是一直力挺林志杰的论文 说没有抄袭 凶手的帮手还是凶手 这叫做共犯结构 林志杰退选 看似设下防火墙 但在一党批评 小英的一言堂 不顾道德底线瞎挺 选民恐怕不会轻易买单 吉尔项如林佩杰 政治小组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林志杰被台大认定 论文抄袭退选 蔡总统请全党之力相挺 并说台大说抄袭是政治的攻击 对此身为台大校的 前总统马英九列挺 台大强调这不是政治攻击 还说政治人物的诚信跟清廉 比生命还要重要 要发现民党完全不及格 台大校管中民 亦有所指说 台大一定会变成更好的台大 林志杰超跑大翻车 黯然宣布退选 然而总统蔡英文 定掉这是政治攻击 要求全党力挺林志杰 还反将矛头对准台大 这让以台大为荣的校友 骂前总统看不下去 这不是政治攻击 古今中外 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跟清廉 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 我发现民进党在这方面 是完全不及格的 让全民都失望 台大是否被抹黑 台大校长关中民 被问到知识拍拍间 强调学校只处理学术的事 必谈林志杰论文门 不过致辞这席话 似乎亦有所指 谢谢所有帮助和支持台大的人 台大应该会变成更好的台大 知识媒体人李燕秋痛骂 总统煽动群众对抗台大 这个举动让人惊骇莫名 失去人民的信任 也失去治理的正当性 蓝军更怒轰蔡英文 坚持力挺小英男孩 根本没把学术伦理放在心上 民进党对于践踏学术伦理 虽惨教育 却没有任何的认错 也更没有道歉 蔡英文总统担任提名人 请全党之力 对抗台大 我想他最应该出来 向全民道歉 没有道歉就没有原谅 他以为他是在民检皇帝 我说其实老百姓 其实都很好骗的 得意忘心 晚上就几个伴就几人 学术伤害谁不救 台大学生和学者 共同发起联署 呼吁彻查学位量产期陋席 并要求陈明通道歉 林志坚指导教授陈明通 也被检举违反学轮 台大也正在依程序处理当中 林志坚论文抄袭事件 人余波荡漾 记者组报道 林志坚宣布退选之后 由立委周永鹏接棒 继续来参选 不过突然林志坚宣布退选 来为民进党选情来止血 真的有用吗 林志坚认为 他应该为论门的事件 先道歉再退选 是比较好的做法 不过人说 有退总比没退好 应该对民进党多少 有点帮助 原本要代表民进党 参选桃园的林志坚 他昨天投下了震撼弹 他说因为论门的事件 他决定要退出 桃园市长的选战 只不过林志坚的退选 对于民进党的选情 真的有帮助吗 我希望他能先道歉 如果做错事的话 就先道歉 然后大家也会给他机会 不道歉的话 一直硬拗也不是办法 当然应该要道歉 一定要道歉我觉得 但退选也是好事 因为他就是一个 没有诚信的人 但他出来选市长 应该也不会多诚实 所以我觉得退选应该是对的 换人其实还没有用 其实换谁我都一样 走了一个抄袭的 然后又来了一个挺抄袭的 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镇那个什么 他叫镇什么棚 对他也是空降去桃园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选群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诚信破产换了也没用 他可以退出政坛了 对社会是错误的示范 赶快把这件事情停止 视听不好啦 对对社会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扭曲 真的是完全清白的 你不可能会被别人抓猫腻 所以被抓猫腻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你真就是会骂的还是会骂吧 所以就看他自己觉得 如果他想要这样做的话 那当然就是对啊 有换总比没换好嘛 对吧对民进党来讲 总是要换一个再努力看看 应该早点道歉 诚实比较重要 我们刚刚做了民调 有些民众是觉得说 林志坚可能先道歉再退选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那你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百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